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我们谁也没见过王老板 慎重其间我还是亲自跑一趟 一来呢可以见见这个王老板 二来呢也可以看看他们药厂的规模 是不是有这个实力大量生产金创药 师父 咱们慎重点是对的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呢 救人如救火呀 现在东北那边最缺的就是这种跌打轻生药 我们早一天和碧草堂合作 就能早一天把药送到东北去 好 那我尽快安排 好 我这次去卫平啊顶多半个月就回来了 那你再说我 不想要好 你见到哪儿呢 你走 我嘛 我来摔下 在那里 你都没有 我告诉你 先说 把林ysł 你不是在这儿呢 但是你没有 我最后也失去 打赏 你只把你绝着 在哪儿呢 我办完事就回来 正南啊 你也不小了 要协助你爹处理好家里的事情 好 我知道 爷爷 后生 出发 好 爹 来 走啊 老爷这是怎么了 出门亲儿子不带 带给外人 路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儿子可以舍命救爹 外人 说不好喽 好 走 后生 你看 师父 咱们就住这儿吧 好 走 走吧 师父 你过去问我 好 掌柜的 你好 还有客房吗 有 那你们打算住几天哪 一两天吧 好 那你给我来接上好的客房 有有有 你们就住天字一号吧 好 我们是天字一号 对 一号 这是天字二号 师父 在前面 这儿 您客气了 王老板 贝平的碧草堂啊 老字号 和您做生意啊 一百个放心 那祝咱们这次啊 合作成功 是吧 碧草堂 机会到北平 我再去看你 哎呀 李老板 你客气了 既然李老板时间很紧 我也就不送了 是碧草堂了 你留步 留步 那我先走了啊 师父 我过去问问 去吧 先生 打绞了 请问您是不是北平碧草堂 王同伐 王老板 我是王同伐 请问您是 我是苍州神州武馆的魏洪生 您就是魏洪生魏师傅 对啊 你好 你好 你看我们虽然通过信 但从没有见过面 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幸会 幸会 这是假师 黄老板 久仰久仰了 您就是叶老前辈啊 请进 请进 我们进屋台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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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叶老前辈的大名我是久仰啊 您看我在北平都听说 叶老前辈的大名是久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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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对您是赞不绝口 嗯 今天您又愿意拿出自己的珍贵秘方 来献给东北的军民 我对您是更加的佩服 来 我敬您一杯 哈哈哈哈 我怎么能跟王老板比呢 你可是个大善人哪 哎 这些年呢 我在苍州不出门都常听说 你为国为民做的善事 哈哈 国家有你这样的慈善之人 这乃是国家之幸啊 是啊 是啊 哈哈 黄老板 实在实在是对不起啊 老夫 从不喝酒 黄老板 我师父的酒我记得喝了 喂 师父啊 您是叶老前辈的大徒弟 我要好好地敬你一杯 哎 好好好 黄老板 我敬你一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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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哎呀 哎呀 东北的局势非常吃进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的大多数城市 但是国土碎市 人心不道 东北的军民还在顽强地抗日 只可惜力量悬殊 不知何时才能收复师弟 那些在前方卖命的将士们 需要大量的药品为他们疗伤 燕老前辈 您看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能不能尽快地合作投入生产 把金疮伞这种灵药 及时地运送到东北 也好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尽一点绵薄之力 嗯 是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也想为沦陷的东北三省的军民啊 尽点绵薄之力 抓紧生产出金疮伞 尽快地把药送到东北去 叶老前辈的话 也代表了我的心愿 来 争取我们合作愉快 好 好 我敬你一杯 好 王老板 这酒劲挺大呀 王老板 即使我平常不怎么爱喝酒 不生酒力啊 见笑 见笑 没关系 没关系 文强 你送魏师傅回房间休息 是 先休息吧 王老板 这事不好意思啊 师父 我先去啊 慢点 这酒劲儿真大 你小心点 还不是 来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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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别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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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你看到我师父没有 你师父 谁是你师父 就是昨天和我一起到这儿投诉的那位老人家 不好意思 没看见 没看的 和星星 Dow Sir 那 parole署 我们找大志 明镜 estar 理由 短 每个缺德的 这么贵的花瓶儿给打碎了 一定要让他赔三倍的价钱 哪有钱啊 死人了 出人命了 死人了 天子以后出人命了 死人了 正规的死人了 师父 师父 你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师父 昨天晚上你还好好的呀 师父 谁给我师父下的毒手啊 师父 他就是凶手 就是他杀的人 走 跟我们去就拿去一趟 走 不是我 快去在火 走 师父 快点 快点 师父 以后 走 还希望大家继续加强所辖之地的治安管理 不要出乱子才好 今天辛苦各位了 稍坐休息 今晚我坐东设宴招待大家 好 好 我来坐东 我好借菊座的宝弟 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好 既然老杨这么客气 那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谢谢局长 谢谢大家 报告局长 这是昨晚岳湖客家命案全部资料 和部分人员的口供 是 是 是 杨局长 你还不知道吧 你们沧州神州武馆的叶宗兽 被人害死了 什么 叶宗兽 叶老爷子死了 谁看的 初步人 不认定是他徒弟魏弘生干的 叶宗兽是威震四方的武术宗师 他在我们沧州也是人人景仰的英雄汉子 他跟我多少 占点心 他的死恐怕会有一些麻烦 举座 这个案子交给我来办吧 我一定要查查清楚 回到沧州好给大家有个交代 既然如此 杨局长 这件案子就交给你来处理了 谢谢举座 杨局长 杨局长 我师父被人杀了 你要把我找到凶手啊 坐下坐下 别激动 叶师父的死 我也很心痛 正巧我在天津开会 我就把这个案子给接下来了 你放心 我会把这个案子查清楚的 魏师父 你现在必须跟我说实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老师父是怎么死的 这次我和师父本来是要去北平 碧草堂找王同法王老板 商量生产金创散的事 可是没想到昨天我们一到天津 就在客栈看见了王老板了 昨天晚上 王老板就请我们吃饭 我酒量不够 喝两杯就醉了 王老板有个随从叫文强 就扶我回房间休息了 可是我今天早上一醒 发现师父不在了 我怎么找也找不着 好 后来还是那个殿小二 告诉我师父与海的 他们把我师父的遗体 放在我们房间的柜子里了 可是根据客栈殿小二的口供 那天晚上他听到了你的房间有动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你对叶老师父动手了 这是冤枉 绝对是冤枉 我喝了酒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说了 杨军长 我怎么可能对我师父动手呢 昨天我师父一直是和王老板他们在一起的 他们嫌疑是最大 你应该去找王老板的 按照你的说法 杀死叶师父的最大嫌疑人 是王老板他们 对 他们为什么要杀死叶师父呢 叶师父跟他们有仇吗 你的证据是什么 他们不认识 更谈不上什么仇了 证据 我也没什么证据 我只是猜测 因为我师父昨天晚上一直是和他们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的嫌疑最大 你应该去找王老板哪 那天晚上你喝了多少酒啊 喝了两杯 两杯 据我所知 你的酒量再差 也不至于 两杯酒不兴人事了吧 是 昨天晚上我也是觉得奇怪 但是杨局长 我确实是喝了两杯酒 两杯酒醉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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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跟我演戏了 我也没有耐心再听你胡编下去了 说点实话吧 杨局长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 我喝两杯酒醉了 你们还是去找那个王老板吧 十有八九 他就是凶手啊 魏洪生 你说你们拿着药方去跟人家合作 人家跟你们无冤无仇的 为什么要杀你啊 动机在哪里啊 魏洪生 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明明是你杀了野宗兽 你还嫁祸于莫屈有的人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想狡辩吗 我告诉你 再说谎话 你就是死路一条 我没有杀师傅 我没有杀师傅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问王老板 好 你看 不知好歹的东西 我已经问过了客栈的掌柜 他说那天晚上在你隔壁房间里 根本就没有一个姓王的客人 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没有什么王老板 所有这一切 都是你胡编乱造的谎话 我这件法事 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我被诬险没什么 可是杀害我师父的凶凶 还逍遥法外 我魏洪生死不明目 死不明目 末下 我死不明目 我死不明目 本来以为这个案子应该很快就会结案的 但是没想到一贯老实巴交的魏洪生 在这要命的时候死不认罪 一派胡言 把罪名推到了一个什么叫王老板的身上 我已经派人到北平去找这个王老板了 到时候当面对质 不过看他魏洪生还怎么狡辩 你不认识 杨局长 既然这件案子我已经放手交给你了 那过程我就不管了 就只等着听一个结果 居座放心 我会很快把这个案子办好 对了 别忘了派人去苍州通知叶家人 谢谢居座提醒 我已经派人去了 不用了 请为了座 谢谢 我们的座位 很快 这是你 我最后要想不得远 我赶紧 今天是你的寿臣 你又不让我给你白酒作寿 我只能丰富厨房做几个菜 简简单单地过了 今天简单地过就好 等过几天爹回来 我们再补办 好 爹 儿子祝您日月成名 松鹤长春 只要你少惹我生点气 我就能像松鹤一样长寿了 走吧 今天你是寿星啊 你得多吃点 二叔 二叔啊 今日是您的寿臣 我带着孩子们来给您助寿了 不必客气 二师叔 我祝你服辱东海成了 我祝你服辱东海 兽比南山 不老送 你想把你师叔说老啊 还服辱东海 兽比南山 你当给你师爷做寿呢 姐姐 启明的心意呢 是好的 给掌兵们助寿 祈福祈寿总不嫌早 是吧 爹 愿望 尽快 我现在要否担心 你都能担心 那我自己给你了 不可以 你再担心 就得担心 那我那你 你还蛮老师 你也就担心 你还是要在哪里 你还要担心 那你哪里 你还能担心 你都拿着 什么 高队长 你说什么 我今天是来报报报报信的 对啊就是啊 这叶叶叶 叶老师傅在天津被人杀了 这不可能 我爹武功那么高 没人能杀了他的 是真的 污染我们干嘛来啊 就是啊 叔叔爷抓住了 熊熊是谁 是谁 是 是 是他们叫 魏洪生 不可能 我爹怎么会杀氏爷爷 魏洪生 你这个欺世灭族的王八蛋 今天 我先杀了你们家的小崽子 我爹 爹 不要 二叔你先别激动 我想起洪生 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里边 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的 老太爷呀 老太爷呀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 你撇下我们不管了 我早就说过 他外人不可信啊 你不带自己的亲儿子走 你为什么还要带外星人走啊 这是为什么呀 娘 你走得不明不白 我们没法活了呀 娘 你先别哭 先别哭啊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呢 高队长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 好 是 杨局长 让我告诉你们的 什么 杨局长在天津开会 他已经 接受这个案子了 我表哥接了这个案子啊 给我准备行李 我马上去天津 好 叶师傅 这杨局长他那儿人手不够 要我去帮忙 要不一一块走啊 我也去 我爹是被冤枉的 齐明侯 我跟你一块去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 你不能去 还嫌不够乱吗 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你要是出去 我就打折你的腿 爹 做四儿了 糊大四儿了 是 是不是 三奏五官的叶老爷子 他被人给杀了 行 不会吧 谁吃了豹子胆 敢对叶老爷子下手 老爷子那身手 三五个人根本进不了身 谁能杀得了他呀 二爷 你是听谁说的 这个消息可靠嘛 是啊 我和二爷骂死后做个假话 我和二爷骂死后做个假话 我皆笑起这是欠证万确呀 老爷子是在天井遇难的 是被人给暗算的 下毒追脚还溜血呢 被人塞进大厨里面 天井未全床开了 现在啊 这叶家人正往天井干哪 你说是哪个缺德的干的这事啊 哎呀 你们猜猜 你们都认识 你们都认识 和二爷这哪能猜得出来啊 您就别卖关子了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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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 我今儿就告诉你 是叶师傅的大徒弟 魏洪圣干的 魏洪圣干的 是他 绝对是意料之外吧 你们平时看见这魏洪圣魏师傅 是一南方啊 不不不 为什么不可能干这事 打死我都不信 去去去去 你爱信不信 行行行行 何二爷 还有什么消息 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呗 说说说说 说吧 那今儿我在擦肩 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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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啊 哎呦 谢老板 我就耐听你这句话 那我就再给你们说一个 说说说 最近啊 这唱奏村里边有一个叫 乾坤巨的大铺子开张了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我知道 知道这乾坤巨是作骂的 这 这也不太清楚啊 这 跟你们这些固陋寡闻之辈啊 怎么就没有一点共鸣哪 哎 哎哎哎 是算命啊 不懂得到了吗 而且 还 还是个下子 喂 二爷 照您这么说 这算命的瞎子 肯定有来头了 那当然了 这位先生姓墨 都叫他墨搭氏 听说 是盲派总是刘开称的传人 哎 上个月刚从近称到这儿来 别看这家伙 岁数不大 可是来头挺大的 哎 我听说啊 以前哪 他是转门给皇宫里的皇庆国戚算命哪 哦 嘿嘿嘿 现在 既为县省能到我们这地界儿 哎 看兔子 那就是瞿钻了 嘿嘿 一天 只算散卦 多一卦 不算 而且还要失泄于悦 每一卦 散快大秧啊 嗯 多一卦 这么不乎 多一卦 二爷 您长得算卦吗 这倒没有 嘿嘿 散快大秧 太泥马贵了 这是我上个月的差钱呐 嘿嘿嘿 嘿嘿 行了 行了 行了啊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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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现在我呢 来来来 回来 回来 求菩萨保佑 洪水能够平安回来 求菩萨显灵 一定要保佑我爹 娘 我们已经求过菩萨了 爹一定会没事的 紫慧 我这心哪 还是选着 万一 娘 我相信爹 轻者自轻 娘 我听说城里面来了一个 特别厉害的算命先生 百算百灵 他的乾坤鞠就在前边 您要是还不放心的话 我们就去找他 为爹算一挂 那好 那我们这就去 那好 娘 就是这儿 太好了 我们进去吧 好 两位慢用 不认识 我们想来问问 不好意思 莫先生每天只算三卦 而且你也看到了 今天的名额已经满了 我看 你们还是登记预约一下 改天再来吧 这位先生 请你帮帮忙 我们有急事 想请莫先生 帮我爹算一算 他是急还是凶 我丈夫 是神州武馆的魏洪生 他在天津出了事 情况紧急 还是想请莫先生 能够通融一下 是这样啊 那我去问一下莫先生 你们稍后 谢谢 怎么样 莫先生同意了吗 莫先生同意了 你们稍后 太谢谢你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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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莫先生 魏夫人他们来了 请 莫先生 您好 我想求您帮忙算一算 我丈夫的卦象是凶是急 他能不能够平安地躲过这一切 夫人别着急 是福不是祸 是祸 是祸 躲不过 莫先生 我帮你倒水吧 那麻烦了姑娘 这位夫人 你刚说你丈夫 身陷劫难之中是什么意思 我丈夫陪师父出门办事 然后师父在天津被人暗杀了 警局的人抓了我的丈夫 说我丈夫就是凶手 今天 警局的人到我们家报信了 那我算一挂吧 好 好 我来说 你凶栩 我来说 可我来说 可我来说 也不过 我来说 我去死吗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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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习扶之所以 扶兮祸之所福 危机之中 蕴藏机遇 此劫躲得过为福 躲不过为祸 莫先生 我实在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我只想知道 我的丈夫能不能够平安地躲过这一劫 夫人 这件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你会如愿的 莫先生 你的意思是 我爹是被人冤枉的 他可以平安回来 两位可以安心地回家了 太谢谢你了 莫先生 如果我丈夫能够平安地回来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好 我已经准备到了 你会在温州 你会在旧 她的监友 怎么就不得了 我 要是 都来了 善君 表哥 都过来了是吧 见到你就好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接到高队长的通知 就匆匆忙忙地赶来了 我爹他真的 善君 叶老爷子已经走了 不过一犯已经抓到了 谁能想到 竟然是你的大师兄 卫红生 杨局长 你不会查错了吧 我爹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呢 你一定是查错了 这儿没你说话的资格 没错 肯定是他干的 这次去北平就是他窜着起来的 说是找碧草堂合作做膳事 实际上 他是在联合外人谋害我爹 想得到我们家的秘法 表哥 你一定不要放过这个恩将仇报 其实灭族的处杀 这么说魏红生 有杀人动机 有 杨局长 杨局长 我早就看他图谋不轨 杨局长 这个党案你们仔细查过了吗 案子我接手的 你说我看过没看过 那你能不能让我 闭嘴 你个兔崽子 今天火费打死你不可 我打死你 我 你 你怎么打人 杨局 杨局 这样 找个落脚的地方等我消息 我已经派人到北平去找 碧草堂的王老板了 真相很快就会大白 我想看看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 问问他为什么要杀我爹 好吧 就这件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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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大率 自私 tells me 是 我的 但是 回家 上 many 已经 守住了 师弟